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在这一节我们看一看两道关于这个数组的和字符串的两道算法题 第一道算法题是要计算等价类 那么等价关系是集合元素间的一种代数关系 它用字母E来表示 对于一个集合中的两个元素 如果它们之间存在一种等价关系的话 那就意味着它们满足以下的三种性质 第一是自反性 即任意一个元素X 它以自己存在等价关系 即XX满足E 这是一种代数标志表示法 第二种叫做对称性 如果X和Y满足等价关系E 那么Y和X它们为这颠倒过来 也可以满足等价关系E 那么传递性 如果X和Y满足E 那么Y和Z满足E 那么X和Z也满足E 那么在这里面大家可以举个例子 在整形这个整形数这个结合之中 等于这个关系就是一个等价关系 如果一个比如说对阵一个整数X 那么X肯定等于它自己 那么同样的如果X等于整数Y的话 那么Y这个整数肯定也等于这个X这个等数 如果是X等于Y 同时Y等于Z的话 那么X也和Z相等 所以等于的话 其实是这个整数集合中的一个等价关系 那么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再看一看其他类似的等价关系 我们将一个数组 瓜分成几个不相交的子集 那么每个子集中的元素 其实就可以满足一个等价关系 其实这个结论反过来也可以说 一个等价关系实际上是将一个集合 分割成几个不相交的子集 那么我们继续看一下 这个每个子集是如何形成一个等价关系的 我们假定将这个数组A从1到9 瓜分成三个不相交的子集 A1是123 A2是456 A3是789 那么这样的话 集合A1中的元素就满足等价关系 也就是说自反性 如果元素1在集合A1中 所以1它本身就可以在这个集合1中 那么对称性 1和2两个元素在集合A1中 那么2和1它们这两个元素合在一起 也在这个集合A1中 传递性 1和2在集合A1中 2和3在集合A1中 那么1和3也就在这个集合A1中 所以将一个集合分割成不相交的子集 实际上也是划分一个这个等价性 通过一种等价性来划分 不同元素形成组合的一个过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 关于等价类的这一个题目 假设我们有一个集合S 集合S 那么它是元素是1 2一直到N-1 同时呢有两个数组 同时有两个数组AB 它们的元素都来自于集合S 并且长度是M 那么AB这两个数组 是用来确定集合S中元素的等价关系的 并且我们假定 对任意同一个总数K AK和BK是等价的 那么S便会被划分成以下几个不相 那么S就这个组合就可以划分成几个不相交的等价类子集 例如我们看一下如果这个 如果这个N等于7 这个M等于4的话 那么A和B就分别含有四个元素 那么S的集合就是1到6 这几个总数的集合了 那么假定A的 A的这个元素是15 36 B的原 B含有的元素是2105 于是这个A 那么就根据我们题目的要求 A0和B0所代表的元素是等价的 这就有着1和2是等价的 5和1是等价的 3和0是等价的 6和5是等价的 当然这个等价关系是我们这里面人为加上的 只要我们只要是这个元素属于这个 只要是这个AK和BK他们对应的这个数字 我们都可以认为他们是等价的 所以在这里面1和2就等价 一次类推 那么这样的话 S便会刮分成三个不相交的等价类子集 那么第一个子集是0和3 第二个子集是1256 第三个子集是4 大家知道为什么会刮分成这三个子集吗 大家可以到这里面可以暂停下来想一想 为什么可以刮分成这三个子集 那么题目是给你一个数组S以及数组AB 要求你计算出S被划分的这个子集 总价类子集 也就是说给一个S同时给出AB 你要给出这三个S1 S2 S3这三个子集 OK大家可以自己试一下 这道题其实难度是不小的 也是用来去这个筛选一个技术领导 一个技术团队领导的一个题目 OK大家可以自己拿笔盒子试一下 然后做一下做完了之后大家可以我们可以一起往下继续研究 那么实际上呢这一道题呢其实难度已经不小了 光是理解这个提议的话估计会耗掉你大部分的精力 大家注意看你要是理解这里面这个提议讲的是什么的话 其实要花不少精力的 更何况说如果是在面试你有压力的情况之下 OK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分析一下题目所给的例子 AK与BK是等价关系 那么A0和B0是等价的 也就是是数字1和2是等价的 A1与B1是等价的 那么5和1就是等价的 那么同理A3和B3是等价的 那么这样6和5就是等价的了 于是我们就有1和2等价2和5等价5和6等价 那么根据等价的传递关系呢 我们就有1,2,5,6之间相互等价 于是1,2,5,6就形成了一个集合 那么题目的要求呢实际上就是根据这种关系呢 把这些集合给找出来 大家看一下在这里面1,2,5,6就形成了一个集合 这个集合的得来实际上就是由这个等价关系的这个传递性所构成的 OK 那么要处理这道题呢 大家是否记得前面我们分析过一道这个汇率转换的题目 那道题体现的是将问题转换为对列的这个思考模式 我们这道题其实也可以这么运用 如果大家能够把等价关系联想为对列间 两个节点间有连线的话 那么题目的这个 除这个题目的集合呢 很可能就可以迎刃而解 例如1和2等价我们可以看成节点1和节点2之间有一个连线 那么同理的话 2和5等价 2和5就可以有连线 5和6就可以连线 这样的话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对列或者也可以说是一个连通图 从这个节点1出发可以到达节点2 然后又可以抵达节点5 然后又可以抵达节点6 那么由节点5出发的话 它可以从两边抵达从左边抵达节点2再抵达节点1 然后从右边可以抵达节点6 也就是说在这个四个点所组成的这个简单的这个图形之中呢 由每一个点出发进行便利都可以便利到其他点 于是这样的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个连通图呢 就形成了一个等价类子集 于是我们只要将一个等价的元素两两相连 最后形成了这个对列 或者说是这个连通图 我们通过形成了最后这个连通图 通过这个深度优先的这个变列 通过这个对列的这个深度优先的便利 把所有把这个连通图中所有的节点都便利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这个子集了 这是一种做法 也就是说把这个题目呢 转化成这个对列是一种思考方式 那么接下来呢 我还给大家介绍一种更简单的解法 就是利用等价的传递性 假设呢 以元素二等价的元素构成一个集合 大家看假设以 我们已经有了这个 以元素二所等价的这所有元素所构成的集合 假设是S1 S1包含2 还有A1 A2一直到A1 那么以元素五等价的所有元素呢 又构成了另一个集合 大家看是S2 5 然后包含的是5 B1 B2一直到BN 那么如果二和五等价的话 那么根据等价的传递性 S1中的任何一个元素 假设A1都可以和S2中的任意一个元素等价 同理 S2中的任意一个元素都可以和S1中任何一个元素等价 那么这样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只要将这个S1和S2合并便可以得到一个等价类的子机 大家看合起来得到一个等价类的子机 OK 那么这样的话 同时我们把这个2对应的这个等价类的集合指向这个新的等价新的集合S3 把这个5原来对应的这个集合S2也同样指向这个S3 那么如果此时假设我们又发现元素6与5是等价的 那么我们只要将这个集合S3以这个元素6构成了这个等价类的集合合并 那么我们就又够 那么我们就重新组成了一个新的一个等价类的集合 因此根据这个思想 我们再回来看看题目中的例子 首先呢 我们先根据自反性 每一个元素都以自己等价 于是这个 哦 这里做错了 于是呢 在这里面呢 这个S就被分割成了这个大概是6个子机 大概分割成了6个子机 也就是每一个元素 自己各形成一个等价类的集合 那么由于这个根据我们题目的要求 A0和B0是等价的 也就是1和2是等价的 因此我们把1和2所对应的这两个集合合并 于是合并成了这个集合 1和2 这样的话 1和2对应的集合就不再是原来这个集合 不再是原来原有的两个分开的集合了 那么1和2所对应的集合就重新指向了这个新建成的这个集合 新生成的集合是1和2 包含两个元素 那么由于5和1是等价的 于是5对应的集合再跟上面的这个集合合并 那么就形成了第三个集合是1 2 5 那么由于6和5是等价的 于是6对应的集合再和上面的这个集合合并 最终就形成了最后的这个等价类集合 这个等价类集合就包含 包含1 2 5 6 四个元素 由此这个S的一个等价类的子集就产生了 那么其他两个子集的产生呢 那么也同理可以构建 具体的代码呢 我们可以接下来看 一会可以大家看这个代码演示 我们先分析一下这个算法的复杂度 那么由于我们这个构建 我们这个算法在实现的时候只需要对整个数组AB便利一次 因此算法的实践复杂度就受限于这个数组AB的这个长度 于是假设这个数组AB的长度 我们用一个小N来表示的话 我们的算法复杂度就是ON 那么最后呢 由于我们需要这个一些空间去存储这个新构造的这个子集集合 那么这些空间所需要的占用的元素 这个空间的大小呢跟这个原来这个集合S所占用的大小 其实是一模一样 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呢 这个空间复杂度呢 实际上也是这个ON 如果假设我们这个S的原来这个S集合含有N个元素的话 那么最后我们行我们生成了各个子集 所有的元素总和肯定是N个 所以这个空间复杂度就是ON OK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具体的代码是怎么实现的 在接下来的代码之中 这个equivalent class呢 就是专门用来实现我们的算法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多对应了一个这个number的这个类 大家注意看一下 那么这个类呢 除了包含一个这个 除了包含一个这个数值 就是对应的这个整形的 对应的这个总数的数值 同时还包含了一个对列 这个对列就是每一个数值 每一个数字所对应的这个等价类的集合 大家看一开始的时候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就先做一个初始化 那么这里面这个初始化呢 实际上是把每一个数字变成了每一个集合 就是这一步 一开始的这一段 这一段代码呢 对应的是这一步 OK 接下来呢 根据我们这个等价关系呢 首先拿出 在A和B中拿出等价的两个元素 然后把这两个元素 它们对应的等价类合并起来 大家看一下这个mayset mayset实际上是把B对应的这个这个对列 这个等价类的这个对列 合并到这个A的这个等价类的对列之中 同时把这个A和B的这个等价类的对列 都指向同一个 大家注意看 那么这一步呢 比如说这里面 那么是一和二 一和二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这个一和二 对应的两个对列 合成一个新的对列 这个对列含有一和二 这样的这样 然后把这个数字一和数字二 所对应的对列 全部指向这个新的新建的这个对列 OK 这就是我们这个算法要做的 那么最后呢 我们只要通过这个便利一次 把所有这个数字对应的这个等价类的集合 全部合并起来就可以了 可以在这里给大家跑起来看一下 感谢观看 看看一开始第一个等价元素是1和1和2 于是我们要把1和2对应的这两个子集合成一个 往下看一下 给大家注意看一下 OK 这个是1所对应的集合 这个集合由于和2合并了之后 它就会包含两个元素 大家注意看两个元素 它元素的值分别是这里面看不出来 那么这样子合并了之后 实际上最后大家可以运行代码看一下 把当前1对应的等价类的集合 是由于它自己只含有一个元素 它自己的一个元素的集合 那么2所对应的等价类的集合 一开始也是只含有它自己一个元素的集合 那么这个Mayset呢把这个两个元素 两个数字对应的这个等价类合并成一个新的集合 这个集合就变成新的这个1和2 那么大家可以拿到代码之后可以自己跑来试一下 最后运行之后呢 我们就把最终这个等价类给打印出来了 第一个等价类是6512 实际上只是顺顺顺倒一下6512 第二个等价类呢只包含这个4 因为4只跟它自己等价不跟其他元素等价 第三个等价类呢是3和0 那么0和3是两个是同一个等价类 于是他们放入到这个同一个集合之中 OK 那么最后这个代码实现了之后 跟我们这个当前这个例子中给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一致的 OK 这是第一道题 第一道题 那么讲的就是这个要集合元素中这个等价类的运算 那么这个运算的思路呢 一个关键点就是转化成对列的这个思路 OK 这是我们的第一题 第一题稍微难度稍微大一些 虽然我们的代码实现很简单 但是如果大家要是在面试的时候 那么在这个紧张的时间和在这个强大的压力之下 能想到这一些其实是不那么容易的 OK 大家拿代码可以自行调试一下 接下来呢 第二个第二道题呢 是讲的是两个大型整数的相乘 很多我们很多程序的运用呢 要求有这个要求这个数值的运算要有绝对的计算精度 要实现这种需求的话 一种办法就是用这个字符串来表示要计算的数字 假定我们有两个字符串表示的整平数 要求写一个函数 实现两个字符串的成绩 那么函数的返回值也是字符串 大家要注意在这里面我们不能直接将整形字符串转化为数字 转化为数字后再去相乘 因为字符串表示的这个数字可能相当大 直接转化成数字的话会导致这个数字信息的丢失 所以直接将这个字符串转化成数字 然后再计算的输入实际上是走不通的 一种做法是直接在字符串上去模拟这个乘法运算 但如果大家自己尝试的话 直接这么做的话 那么代码的编写会很复杂 同时在编写代码的过程中要考虑到很多边界条件 因此这个工程实现上就比较棘手 那么如何才能简单方便的实现这个题目需求呢 我们这里面介绍一种办法 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这个分而置之的分析或思考模式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乘法的字符串呢 如果这个字符串只有一位数 那么处理起来就相当简单了 我们只要直接把它转化成数字 然后相乘之后将结果转化成字符串 其实就可以了 对于含有多个数字的字符串呢 我们就可以这么做 把它拆分成多个 含有更少位数的两个或多个字符串 然后分别计算拆解后的字符串的成绩 字符串的成绩将得到的结果再加回来就可以了 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假设我们要计算字符串1234乘以这个5678的这个值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1234拆解 把这两个成绩拆解成这样 拆解成12乘以56 S2412乘以78 S3434乘以56 S4434乘以68 56OK乘以的是78 OK 所以是这样 那么得到这个S1 S2 S3 S4 分别计算这个S1 S2 S3 S4 把计算的结果得到了这个结果字符串 那么S1得到结果后面要添加四个0 大家要注意要添加四个0 S2后面计算的结果要添加两个0 S3的结果也要添加两个0 S4计算的结果不用添加0 那么做完这些之后 再把这四个结果加起来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对这个S1再继续进行分拆 进行拆解 那么S1就可以拆解成1乘以5 拆解成四个结果 I1四个结果分别是I1是1乘以5 I2是1乘以6 I3是2乘以5 I4是2乘以6 那么I1计算之后呢 结果要添加两个0 OK 那么显然我们计算I1的时候 由于这时候是两个单个数字的字符串相成 可以直接把它们转化成数字之后 去计算它们的成绩结果 那么I2也可以直接转化成数字 再去计算成绩 那么I3 S同理 那么I1计算完了之后 这个结果要添两个0 那么I2计算完了之后 I2计算了之后应该要添一个0 I3计算完之后也要添一个0 I4计算完之后就可以不用添0 那么它们的运算跟前面这里面的运算是一样的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分而自知的方式 把原来这个复杂的问题 划解成几个简单问题的处理 然后把简单问题处理的结果 再总和起来形成最后这个复杂问题的最终结果 OK这是这个分而自知的想法 大家不要看这个分而自知的想法 现在看起来我们做理 我们现在处理的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实际上这个简单的这个 现在我们这个描述的这个分而自知的算法呢 在大数据处理里面有一个典型的应用 大家如果用过Hadoop的话就会知道 Hadoop实际上有两个运算方式 一个一个是Map一个是Reduce Map呢就是把这个大的问题分解成多个小问题去分别去计算相应的结果 Reduce呢就是把每一个小问题计算的结果最终合成一个大问题所对应的这个答案 那么这个MapReduce实际上给我们这里描述的这个思路 实际上是一个思路 那么通过MapReduce了之后 就可以通过并行计算来去计算各个结果 大家发现我们拆解了之后 实际上就可以把这个S1 S2 S3 这S4这几个运行的结果可以分解到多个CPU上去并行计算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同等的去 通过增加CPU就可以同等的去增加这个算法的运算速度 所以这里面我们这个看似简单的这个问题 实际上是对应着这个MapReduce这样一个可以处理复杂的大数据运算的一种算法的一个基础思维 OK 那么当我们把这些问题分解成小问题计算完之后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解决的 就是这个数字字符串的加法 因为最终在这个集合 把所有这个简单的这个问题集合成最终答案的时候 都需要做一个字符串的加法 那么好在字符串的加法呢实现起来要简单的多 我们看一下字符串的加法是怎么做的 比如说我们要计算1234字符串和5678相加 那么一开始的话我们可以先取出每个字符串的最后一位 比如说取出4和8把它转化成数字相加 如果相加后有进位的话把这个进位复制到这个Advanced这个变量上 然后把相加上将加后的这个结果的各位上 各位的数 各位上这个数 各位上这个数作为相加后的结果 放入到最终结果对应的位上 比如说4加8得12 那么12上的各位数是2 那么把这个2作为最终结果 最终结果上对应的这个位的数字 然后把12的10 10的进位相当于是1 把这个进位1放入到这个Advanced这个变量中 那么做完4加8之后 我们再做这个3和7的和 那么3和7的和加起来是10 10再加这个进位是11 于是加完了之后 那么新的结果在这里面就会多一位是1 对吧 多一位是1 然后进位仍然是1 那么以此类推下去 那么这个加法运算就相对比较简单 而且实现起来也比较简单 那么通过这个字符串的加法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分解的结果最后合成我们最终需要的答案 OK 那么具体的算法实现可以看一会儿的代码演示 我们看一下这个算法的实现复杂度 由于我们的这个加法呢 要便利整个字符串 因此这个算法的复杂度是欧文 做加法的算法复杂度是欧文 做成法的时候 我们要分解成两个 我们要把两个字符串拆解成四个字符串 做对应的成法 于是整个复杂度可以用下面的这个式子表示 是tn等于4倍的t的二分之恩 在最后再加上一个欧文 OK 那么大家可以 如果大家可以看一下算法书的话 可以得到 这个等式的最终这个tn 最终运算的结果呢 实际上是大欧 n的平方 由此我们的这个算法的复杂度是欧文的平方 由于我们的算法不需要分配额外的空间 因此这个算法的空间复杂度呢是这个欧一 OK 大家可以回去分析一下看一下我这一步算了这不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是怎么实现的 我们这个代码的实现在这个sgmultip来这个类里面大家注意看一下 OK 这个里面如果我们一开始进来如果我们传入了两个字符串 它如果的长度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短的这个字符串的前头去补零补足 最终使得两个字符串的长度是一致的 这样的话两个长度一致的时候我们分割起来才有分割 那么在do multiply的时候就是做这个具体成法的这个过程了 那么如果呢传进来的两个字符串它只有一个它只有一个这个字符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字符转化成这个数字 转化成数字之后计算它的成法成绩 然后把这个成绩直接转换成这个字符串就可以了 如果呢传进来的这两个字符串呢 不止不止包含一个字符 于是我们就按照算法所做的把它分解成这个两个字符串 大家注意看啊在这里面呢 如果是一二三四 如果这个x是一二三四 y是五六七八的话 那么这个xh代表的就是一二 这个xl就是三四 那么yh就是五六 yl就是七八 然后分别去做这个s 然后在这里面分别计算s1s2s3s4 然后把这个s1s2s3s4 我们在代码里面是用p1p2p3p4来对应了 实际上这个p1p2p3p4 跟我们这个文档里面这个s1s2s3s4是一致的 那么计算完了之后呢 这个p1要在末尾添加相应的0 这个p2也要添加相应的0 p3要添加相应的0 那么p4呢 运算完了之后不需要添加0 最后再把它们给加起来p1加p2 然后得到的这个值再加上p3 再加上p4 最后得到这个结果就是这个整形相成的结果了 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个两个整形相加的运算 那么一开始呢 如果两个整形字符串相加 如果两个字符串的长度不一样的话 我们就在这个短的字符串前面添加0补权 从而使得两个字符串拥有相同的长度 那么接下来的做法就是一样了 首先我们得到最低的这一位对吧 把最低的这一位转化成数字就这两步 然后把这两个数字相加 然后再加上净位 一开始净位是0 那么得到的这个结果呢 就得到这个结果 得到相加后的结果 然后把相加后的结果 把它的净位除以10 把相加后的结果除以10 得到的是净位 紧接着把这个个位上的数字 大家看把个位上的数字转化成字符串 然后放入到这个最后结果呢 最后这个位置 大家注意看 这里面给我们这里面算这个4加8 最后得2 然后净位是1 这个逻辑是完全对应的上 这个逻辑是完全对应的上 那么这个做的就是这个字符串的加法 OK 那么我们看一下最后的这个结果 大家看一下最后这个结果是怎么样 我们这个是12 我们先算两个简单的这个先算两个简单的这个结果12乘以4 我们看一下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大家看一下12乘以4最后结果是048 那么前面这个0其实添加05首位 最后得到的是48 前面是有0的话没有关系 我们再看复杂一点1234 S25 5678 最后我们算的结果看一下 最后我们算的结果是7006652 大家看一下4乘以8得到的结果是2 那么这个2也对应得上 所以应该这个结果应该是正确的 大家也可以拿计算计算一下 看是不是这样 拿个计算计算 1234 乘以5 6 7 8 等于7006652 OK大家看一下最后我们算的结果应该是正确 OK 那么到这里的话 我们两道有关这个数组和这个字符串的算法题 就给大家讲讲 大家可以拿到代码之后自己去调试看一下 特别重要的是大家自己先用纸和笔先做一遍 做完了之后再拿到这个代码做一个参考 做一个参考 这样的话大家对这两道算法题的解法 会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 OK 欢迎谢谢大家来到扩定迪士尼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后续的课程 谢谢大家